你们俩能在一起特别特别不容易 我是先天性脑瘫后遗症 你看脑瘫后遗症能恢复成这样 就不容易就很坚强 你就看这个就是意志力啊 包括父母的爱 你能感受到浓浓的这种爱 要不然不可能嘛 老婆 是你老婆吗 是 说呀 我们这位啊 就是她一根筋不爱说话 这次是我要来 因为她的一些个行为来说 我真的有的时候是无法接受的 结婚七年对吧 对 七年 当时是怎么决定嫁给她的 我们两个人是闪婚认识了三个月 就决定结婚了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我的腿严重烫伤了一次 双腿严重烫伤 是当时我们刚刚谈对象 是别人介绍的呀 别人介绍 就是她的姨介绍的我们俩认识的 然后就是说 刚认识一个来月 就是也是一次以外 把我腿烫伤了 因为我是个单亲家庭的孩子 我父亲呢 又那阵身体不便 他半身不随 我要服侍我的父亲 那段时间我腿又烫伤了 跟他认识以后 我们伯伯就说 妈呢 你别再那样了 那样的话腿也好不了 我伯伯就说 妈呢 把我接回到他的家里 那阵我们刚认识四月左右 然后就说 伺候了我四十多天 这个也是一种感动吧 是他伺候你四十多天 还是婆婆 是我们婆婆 他们一家子 伺候了我四十多天 可是我父亲这边呢 也没人管了 我们婆婆就说 妈呢 你也别操心那个 我们对象就去到我们的家里 伺候我的父亲 他在伺候岳父 对 婆婆伺候你 对 就被感动了是吧 对 也是感动 我还是朝夕相处吧 我就是那段时间 真的是已经快崩溃了 因为腿也烫伤了 家里也管不了 然后他呢 跟我也是挺上心的吧 就是看到了担当是吧 对 那段时间是真的好 当时没人是怎么给你介绍他的呢 当时 因为他是小时候呛了羊水 所以导致了脑子反应 比别人慢搬拍 就跟我说了这情况 我说没什么 我本身也是有这个问题 我不在意 只要他们一家子对我好 都好 所以其实是 两个在寻找生活的人 巧遇了爱情 可以这么说吧 可以 就是原本是为了生活嘛 结果没想到一件 很多机遇让他们遇到了爱情 我这么说行吗 行 他真可爱 行 然后这就七年就下来了 我们是这样 一开始这几年还好 刚结婚的时候 我跟我们婆婆谈过一次 谈过一次什么呢 我的管理能力比较差 我们家的以后在财政大权这一块 我真的是想过个简单的生活 我什么也不想操心 因为我父亲这一块让我操心的够多了 我不想再管了 然后我就跟我婆婆说 以后您一切都您管 我不想管了 聪明啊 这姑娘 所有的东西 我们婆婆去管 我们婆婆管 一开始这几年挺好的 后来就慢慢的 生活步入正轨 我们也是自己干了小生意 我们干了小生意以后 她跟我们婆婆大闹过一次 你跟你妈闹啥 我就不想要管 我就想我们俩管 因为毕竟我们俩都这么大了 你要造反啊你 是这么回事 不请妈的话就得了 老婆的话你也敢不听啊 一看男人一有钱就变坏是吧 你就变坏吧 你这个小子你看 他要造反 不是啊 那天我说 他是这么回事 当时啊 我们确实也是自己干了个小生意 干小生意以后 一忙起来 真的就想不起来 就说定期的给婆婆钱 有的时候我婆婆也是上点 所以说爱续道 老人爱续道 这不很正常呢 对我来说 有人续道我是一种幸福 婆婆就说了我两句 说那个 你那个钱 我来猜啊 婆婆批评了你 或者说了 哎呀怎么钱又忘了给了 她不干了 对 她就上我们婆婆那屋 翻箱倒棍的 就说嘛 我们俩挣了钱 就得我们俩管 怎么样怎么样的 你娶了媳妇忘了娘你 你一个不孝子 你 然后就是 疼媳妇 然后我们婆婆 误会了 我的本心是 谁管不是管 我就想简简单单的生活 后来她这个就是说 跟我们婆婆打完了以后 我们婆婆说我们 你看着不惊 可是你心里可有数啊 小蒜瓣打得 劈里啪啦的 怎么怎么着的 这样让我们误会很深 这件事我听明白了 后面还发生什么事了吗 跟婆婆 是不是矛盾会升级啊 对 她矛盾升级了 升级了就是说 我觉得还挺暖的一件事情 我那次我胃寒 我生病了 生病了以后 我胃口疼 不想吃东西 不想吃东西 我们婆婆也是 人家也是好心嘛 好心给我说 你不吃东西 你怎么好呢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 给我去盛饭 我说我不想吃 您先放一边 她不行 她跟我们婆婆去闹 把整个桌子全都揍了 弄了这顿饭 谁也没吃好 我们婆婆说 我那不是关心你吗 你说人家一片好心 回来跟我打跟我闹 说我挑唆了她儿子 如何如何 我挑拨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今天来的目的 就是想让大伙去劝劝她 她整个是一个 我们的放大镜 原来现在我们 薄熙矛盾没有那么深 就是她给挑拨了 整个是她给挑唆了 我问点问题 您问 我问她行吗 好吧 结婚几年 七年 想当爹不 想 太想了 这问题问你 咋没当 我有我的考虑 啥考虑 因为我是怕疑传 那你们咨询过大夫吗 因为这属于受伤带来的 咨询过大夫吗 我是害怕 因为她是属于受伤 我是先天性自带 她给带来 所以我怕有遗传 因为我的心脏 也不是特别好 怕在怀孕期间 就有风险 所以就没 婆婆有没有想过 要孙子 一开始有 后来也是妥协了吧 就算 其实我们的关系很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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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oléce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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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真的现在无法接受了 行 你是真不知足啊 但是我说你这话 我心里有很心酸 你知道吧 就是他现在的这个状态 就是先生这么 豁着命地极力维护他的状态 是太多的女生希望要到的 但是对于他来说 佛珀和先生的重要心 就算都很重吧 对 你最担心的是害怕 先生越是这样疼爱你 宠溺你 反而会伤害到婆婆 对 反而让你活得不好 对 你们家现在谁是主力军啊 干活 我 他呢 他高兴了给你大把手 问问你啊 平常在家你干活吗 干油是送菜卖的 也送菜 对 对 媳妇辛苦妈辛苦 都够挺辛苦的 妈有权利说媳妇不 有 那为啥一说你就给你妈呲呢 他就觉得我家到他们家 除了他以外谁都不能说我 他觉得这样是给我幸福 这分得清楚得很 我倒觉得他没啥问题啊 但是他的护法 你想 他做法也没啥问题 他的做法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我就要问的是 你觉得他改变容易还是你改变容易 你们俩谁更变通一些 我更变通一些 你可以是吧 可以 那下面就听老师怎么帮你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两位好啊 我觉得他们家庭也是蛮 蛮特别的一个家庭 一开始你们说你们怎么闪婚啊 这个两个家庭互相帮助的这个过程 确实非常的令人感动 也也说明你们非常怎么说 这个三角关系啊 就是要保持一个平衡 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要跟婆婆一起 互相的就扶持 但是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呢 又需要维持一个相对的平衡 那先生啊 确实特别爱他的妻子 然后这一点也是很多很多 我们往期的女嘉宾 特别特别羡慕的一种状态 那先生呢这种爱的方式呢 我觉得先生有一点也在刷存在感 就刚才赵川老师问到说 这个家里的活主要是谁干的 是这个女士干的 然后婆婆也干了很多 这位男士呢好像就在通过 我要参与你们两个女人之间的某些事情 来证明我也是有价值的 我也是可以做点什么的 但你能不能从身体上 都为他们分担一些 你看媳妇也说了 因为她担心家庭成长 其实她有些时候是把婆婆 也当成自己的妈了 那有些时候妈对她进行一些 稍微的批评也好啊 或者是有一点不高兴的 那也是很正常的 只有妈对孩子关爱的时候 她才会去说一些 可能是有点批评的话 所以呢就是你希望 媳妇开心的话 你能不能以她的方式 以尊重她的决定 她开心了你再开心 而不是说你觉得你去干涉了 好像媳妇就是维护了媳妇 对吧 能不能下一次产生矛盾的时候 你先停一停 我觉得可能这个先生也是需要 再做一些调整的 其实女生 你找到了一个 愿意护着你 愿意宠着你 愿意把你觉得我老婆 就是世间最好的女子 放在心头的一个男人 这是我们要倍感幸福的 所以我劝你要接受 面前这个男人就是这个样子 去享受这部分美好 然后和他在今日 在明天 在未来 共同撑起这个天 你可以的 因为我觉得虽然你 腿脚不太方便 但你也挺能干的 对吗 你可能在精神主导层面 比他要更战一城 你可以挑起大两的 我相信你没问题 所以去接受这个男人的不完美 你的婚姻生活才能相对美好 先生 我就劝你一个简单的方法 少说多做 你呀 一点都在这件事情上 在对待老婆这件事上 不糊涂 你特别聪明在这点上 你知道你怎么跟你妈吵 怎么跟她凶 什么仙桌子倒饭碗 你妈一样爱你 老婆不行呀 就要大声说 跟老婆吵吵架 人家又不喜欢你的跑了呢 所以你挺会的 这个方针是对的 但是 在如果出现 妈妈说自己 妻子心里不愉快的时候 少说多做 妈妈现在慢了一点 你赶紧过去服务她 你们快点走啊 妈妈有点虚道的时候 其实是因为 他们婆媳关系好 她才敢虚道 婆媳关系不好 说中了 媳妇不高兴 说轻了等于白说 这对婆媳感情其实蛮好的 你要放心 所以你改一改你的方式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减少 你的 妻子和你妈妈之间 看似 一些冲突 就会越过越舒服了 你其实多做事 多帮助自己的爱人 对你的生活也很有帮助 我希望你们都能快快乐乐 平平安安的过好此生 祝福你们啊 谢谢 多幸福啊 就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你知道为什么 献煞很多的女人吗 因为你先生是一个 非常灵得轻的人 他是一个对于 婚姻家庭关系的 这种的 小家庭和大家庭 分得非常非常清晰 他非常明白 什么是自己的小家庭 什么是大家庭 谁是自己要维护的人 谁是要陪自己 走一生的那个女人 所以他这一点 做得真的毋庸置疑 特别的好 我反而是觉得 你应该用一些方法 我告诉你啊 你婆婆跟你们生活在一起 她太了解自己的儿子了 她太了解自己的儿子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一把屎一把尿 把她拉扯到现在 她能不知道 自己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婆婆现在 为什么会跟你 有一点点小问题 她吃醋了 我这么辛辛苦苦 抚养大的一儿子 你看看 你娶回来一媳妇 马上不帮我说话了 可是婆婆真心会恨你吗 我告诉你绝不会 因为婆婆非常清楚 剩下的人生 就是你和她相互扶持 她也非常清楚 自己的儿子 有多么的幸运 能够找到一个像你这样的媳妇 所以婆婆才会这样的对待你 所以在面对她 撕了她妈的时候 就撕了去吧 你应该享受这种幸福 然后你要怎么做 加倍对婆婆好 嘴甜点 妈 你看她就这么一人 你还不了解你儿子吗 她最爱的还是您 让婆婆这个女人的心平衡一下 对婆婆多好一些 你让她改 她是改不了的 因为在她骨子里面 她就这么认定的 她觉得对媳妇的好 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那你让她把这样的方式改变了以后 她就不是她了 她就会觉得 违背了她自己爱的这种的承诺了 你让她怎么改 所以我觉得反而是你 应该多下下功夫 想一想 动动脑筋 怎么对婆婆更好一些 怎么能够讨婆婆更开心一些 问题就解决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 就这样 其实很简单 就是如果要给一点建议的话 首先我给你一个字 就是吼 你就去吼你婆婆就完了 不管你老公怎么闹 闹完你就去吼你婆婆 你是 就是刚才说了 你是那个更加周全的人 所以不管你老公做什么事 你就跑到你婆婆面前 你就说妈 我和你也是一条心的 对不对 她把钱从人家那拿回来 你再给她塞回去 这事不是干你干的吗 对吧 你让你婆婆高兴 你让你婆婆知道 你是向着她的 她不就没事了 她和她妈闹 她妈也不能怪她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她是人生的 只要你和她妈一条心 她妈就没什么话可说 能明白吧 明白 所以这个事情很简单 至于你 我也给你一个建议 你从此以后 做这个家的门神 你冲外 不要冲内 你这个大男人 不要管家里的事 我们冲外面 外人有谁要来欺负 我们冲上 家里的事你就别掺行 能理解吧 能理解 特别好 好嘞 祝福你们 好吧 你现在换一个角度就完了吗 这是你们家姑爷 你那是你亲妈 OK吗 你怎么做呀 姑爷护你 你护亲妈不就完了吗 刘晓好好的那个对老公啊 谢谢 行了 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 真情 其实 其实吧 我要做的也不对 你呀 就是换一种方式 可能 可能不是现在的这种结果了 你要是换一种 说话的方式 我呢 也换一种 跟你相处的方式 可能 咱妈会 更舒服一点 咱们彼此都 换一种方式 再继续 延续下一个七年 或者说 十七年 二十七年 好吗 行 希望 你此都做出改变吧 咱俩彼此都能做出改变 行吧 谢谢两位 请回 慢一点 看他们的经历的时候 会有一个感受 就是双方的父母都挺伟大的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 唯一报名热线是 0222-360-6361 情感客户的观众朋友 请来电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来吧 不预测了 送祝福吧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 就珍惜眼前 一步一步走好就行了 愿这些 生命离往生的人 从此以后 被生活温柔以待 我觉得生活 已经开始温柔以待了 就这两个人在一起 那个姑娘的腿被烫了 我觉得就是生活的安排 来吧 请开门 我们见证温暖一刻吧 各位请见证 先见老婆的手 走吧 祝你们幸福 请不吝点赞 二分钟 走来吧 也万不能 来 来难尝 对啊 都有